今天是漁護署下午確認 在上水逃房有一隻豬隻 驗出有非洲豬瘟的病毒 我也是剛才馬上召開一個跨部門的會議 跟漁護署、食環署、食安中心一起開 我們也商討一些應對的工作 以及日後的跟進 為了盡快減低非洲豬瘟病毒 傳播到逃房以外的風險 上水逃房裡面的所有豬隻都會被銷毀 並且進行全面的清洗和消毒 而上水逃房也會在今晚起暫停運作 直至到消毒的工作完成為止 我們也預計新鮮豬肉的供應 在未來一段日子會減少 但由於全灣逃房其實是不受影響 以及會如常運作 市場仍然會有少量的活豬供應 我要再次重申 非洲豬瘟是不全人 因此也不會構成一些食物安全的風險 而豬肉煮熟後是可以食用的 我們也會加強豬隻檢驗的工作 目前我們會檢驗有非洲豬瘟病徵的一些豬隻 日後會加強檢驗其他的豬隻 麻煩了 uff yourself исс航 具 aging handc 批評 哇 cz